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探索 很多人像我们这种不行动作是做不出来的 世界上有一种人 立足现实挑战目向 世界上有一种人 冲破束缚 无畏前行 世界上有一种人 每一秒的步行 只为下一个值得的冒险 大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从一个穷小伙上演了一个台富传奇 千名员工的企业 产品出口全球各国 跑车都连 楼顶停机坪 私人直升机 在众人看来 他拥有并主宰着一切 但对他冒险同位停止 该装车飘 摩托车滑行 速度跑车更令人叹服的 还有他驾驶直升机的特技 直升机特技 空中高度危险运动 飞行员操纵飞机 做高度速度 方向和状态 不断变化的超常规飞行 稍有失误 就可能逼毁人亡 你要有很敏锐的一种判断 准确的一种判断 你技术一定要破硬 大陆从零基础 到特技动作如此之熟练 一度震动飞行舰 我刚开始学习滑翔伞的飞行 然后体验到了那种飞行的快乐 然后就会想着要飞得更高 飞得更远 而直升机可以满足我 飞得更高 飞得更远 飞得更快的这么一种想法 科普悟性都比我好 他可以说是我的老师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叫他 就能称他为录校长 你认真的去玩 你严谨的科学的去玩 你就可以玩好他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安静 安静的时候 是你可以进行深度思考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会去做一些运动啊 或者工作啊 工作的时候他会非常认真的工作 中国上面的话 他以为是一个比较充满机器的人 每次我看新铒 他总是第一个字架 或者盯某个项目 非常重视的事情 要是游戏游戏 他也觉得 虽然拍的时候感觉有点疮 但是我感觉我自己是 生活开车 开车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 他在工作的时候 我在玩 他在玩的时候 我也想我们两个一起玩 然后就我想我们两个 能够安全一点 一起玩到了 点灯 比如说冒险 我认为是一种探索 因为我想要探索 所以我会去冒险 所以我会去玩 所以我会很认真的去对待 认真 这个简单而不能再简单的词汇 诠释了它获得所有成功的唯一秘诀所在 不经一番寒彻骨 哪来梅花扑鼻香 每一个成功者身上都有一个传奇 同样伴随着传说广为流传 那个阶段我觉得 在我生命里最黑暗的那个时期 最艰难的时候 我觉得我真的活得很辛苦 那个时候因为我妻子生病 然后我是在搞运输 说实话看病的钱都很难筹措 晚上都要开车 白天黑夜的开 头发都一块一块掉了 在大街上碰到我 他们甚至不敢认我了 这个时候我太忙我太专注于我的事很早回家 我感觉到我父亲他会很想要跟我说说话 父亲离世了有三四年时间 我都经常都会沉浸在这样的一种遗憾和一种痛 我会一直做下去 我不可能放弃 这可能也是我生命中的全部的乐趣 我会坚持做下去 我会很乐意做下去 我会很想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